我们连线给这个刚刚当选的这个议长郭信良 那我想请教 是什么样的心情会决定宣布退党 从这20多年了 我看到你特别提到的是 你有说在这一场 只因为跟市长的派系不同 接连受到无情的打压跟抹黑 所谓的派系不同你指的是什么呢 来 议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怎么样回事 宣布退党又说是因为派系的打压 派系所指的是哪一个派系呢 来 议长 那所有台湾的市民 还有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那民进党现在是哪个派系 在操控的整个站的所谓的高官 还有整个的这个打赢事业 大家很清楚 那我这次真的很遗憾 我也很心痛 当选了我没有喜悦 我的心是民进党的 我从加入民进党到今天 在打拼人心几十几年 一心全部奉献给民进党 所有的基站都很清澈 我为这个民进党库存 结果受到无情的这个对待 到目前为止今天当选 从我当选议员到我选议长 没有接到市长一通电话 没有接到上层一通电话 没忠实在整个议事运作里面 假投票都已经产生了瑕疵的 新推出的政府议长候选人 没有一通电话 没有来拜访 简直 国的心很痛 很痛 像今天发出的新闻稿 充满的批评 充满的嫉妒 没有一点民主的素养 这新闻稿都看得很清楚 我也很心痛 我希望台湾市议会 未来是一个和谐的议会 未来是一个监督市政的议会 那么继续为台湾市民 共同来打拼 我希望做到一个全民的议长 能够对台湾市民交代 我希望民进党 医长你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具体说明一下 你讲的其实就是新潮流了 包括黄伟哲在这个事件里头的角色 我好奇 来 姚立民老师 有问题请教 你特别提到 国议长你特别提到民主的素养 民进党党内有过议长的初选 你刚才也提到有瑕疵 我好奇的是 民党党内的初选有什么瑕疵 为什么你不愿意服从 要坚持自己选议长 这个难道不是民主的素养的一部分吗 第一 要产生 要产生总招的过程 你只是发一个讨论党团的设施 并没有表明说你要选总招 但是你既然要选总招 你要表明在一起啊 人家有这些同事出国了 那去外面的打去问说这个事 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拜助理来 要选总招今年可以助理 可以举手投票 这样合理嘛 中央的规定明明规定 要讨论政府与党的选举 督导委员包括高志鹏委员 郑宝钧委员在会中明明讲明说 这个有瑕疵 你至少要给人家写明说 今天是要讨论正义长的事情 进行假投票 没有 我的反应 我在会中跟他讲 也没有 硬要 没有协商的空间 照理说 登记假投票的是说 好 今天我开放 今天明天 政绩政府与党来进行登记 第三天协商 协商不成后 第四天进行假投票 这比较富额民主 他那天是怎么进行呢 三天进行登记 三点半协商 比如讲 四点就假投票 哪有这样搞的 哪有这样搞 有那么挤吗 真的有那么挤吗 那我逼无奈 既然中常委都说这个程序 有瑕疵 违法 他们硬要干 我只有退出整个的会议 不承认这个会议